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张州市龙海区 老板您贵姓 我姓陈 陈老板你好 咱这边是种了多少亩的果树苗 种了大概有50亩左右 我们来今天也是回访一下 您是怎么认识到巧克力的呢 通过螺母介绍的 介绍的这个回调用的效果不错 我所有买来吃用 这边的土地比较沙长土 种的种的长势比较不好 吃了那个巧克力以后 长势跟上去了 用了我们巧克力以后 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长势很好 多长时间能看出效果呢 10天左右 随着我们镜头过来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一片当时的时候 当时新长势非常比较差的 现在这一片的这个苗整体的话 这个出的这个烧也好 都没什么问题非常健康 咱这边一般的话 就是这样怎么去使用呢 就是撒湿还是 撒湿的 就是把这个颗粒直接撒在这个 撒在袋子上面 一次性能撒多少呢大概 撒在5克左右 大的呢 大的大概10克左右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看到了很明显的效果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巧克力呢 在2013年开辟了颗粒水龙肥 这一新品类啊 它是一个综合营养的一个产品 它里面不仅有氮链甲 还有中国量元素 还有海藻酸鱼蛋白 浓缩糖面发生液等有机的成分 也离开不开我们里面的核心的牛状素 它能够更好的促进各种营养的一个吸收 转化 调理土壤的酸碱 非常感谢陈总啊 那我们为巧克力点个赞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巧克力